看看 什麼呀 我剛見了一個 以前合作過的導演 找我去演戲 你要去演戲 怎麼了 沒怎麼 演誰啊 張珍 張珍 戲不多 上場的 那不就是大群衝嗎 大群衝怎麼了 沒怎麼 不是 我就不明白你為什麼突然要去演戲啊 我總不正一輩子在家演個家庭主廚吧 你有什麼意見就直說啊 我沒意見 請你這愁眉苦臉的 怎麼了 被財演的事給擔住了 你說呢 你白天那一輪那一上午 有我沒看見的 聽說你找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女朋友 哪兒的呀 如花似玉談不上 清純端莊 差不多就把婚結了得了啊 別挑肥減瘦吧 挑到什麼時候去啊 你別刺激我啊 你們家楊墨要長型長型 要身材有身材 怎麼算逗 這就差不多就行了 你真是站著說話 不妖怪她 你要是現在給我一個機會 我再接一次婚 你知道我找個什麼樣子嗎 我找個日本老婆 莫過無聞任勞任怨 一輩子點頭哈耀 除了事就是好 你非要她說話 就四個讚 我聽你的 娶這樣的老婆才叫老婆 那羊肉對你不錯啊 別得寸進尺 誰得寸進尺啊 我在外邊賺錢 是吧 給家裡提供物質基礎 她在家邊閒得也沒事 相輔教子 這叫相得益彰 再說了得寸進尺的是她 你知道她跟我說什麼嗎 說要去當什麼群眾演員 我都不知道怎麼想的 這群眾演員也賺不了幾個錢 你說她怎麼想的 我真是替你的事啊 憤吞不平 這樣賈成我給你做主動 咱把羊肉給修了 給你找一個日本媳婦 也讓你徹底被 點頭哈耀一把 說你的事 你這心有沒什麼好演的 再出去撞票人前 有我一個人幹不就完了嗎 你這一出去那小姐也誰管的 不是開玩笑呢 賈成 小遠今年多大了 五歲嗎 剛過的六歲生日 你這六年你陪她過過一個生日嗎 好不容易過一回 半道又走了 你爸的生日 你媽的生日 我的生日 哪個日子你是記得住的 是你自己說的你要去買鋼琴 我在那兒一等再等 您說您忘了 你要不就別答應 你這樣在孩子心裡是個什麼印象啊 您每次說話是算數的 我這不是因為工作忙嗎 我這 賈成我問你 是你幹工作呀 還是工作幹你呀 不是你 媽 怎麼上來了 我就上來看 我孩子睡了你 睡了 這是新買的鋼琴呢 媽 前兩天剛運回來的 剛運回來的 對您坐您坐坐 坐我坐 這不是考慮到這個小遠 可以這樣挖幾片學鋼琴嗎 爸 我孫子有這方面的天才 我教了一輩子音樂 不會看錯的 媽 賈成啊 你沒在外面搞什麼 張華惹草的事吧 怎麼可能呢 我是什麼樣的人您不知道啊 這我相信 只要沒什麼大原則問題 小兩口啊就互相多讓著點 你說這過日子 挺不容易的 哪有舌頭不碰牙的 碰了就碰了 一張嘴過去了 這舌頭要是碰了牙 這牙死咬著不放 大小事它就變大事了 媽 紅乳沒什麼呢 就是像您說的 舌和牙的事 那嘴一張就過去了 沒事就好 沒事就好 你說當初吧 你為了孝順我和你爸 出天出地蓋著這房子 住到我們身邊來 讓大家呢都住到一塊兒 不就是為了互相有個照應嗎 你們呢要是有什麼事呢 我們也能搭把手 就是露露 每天接送孩子上幼兒園 太幸福了 要是覺得不方便 你們就搬回城頂去住吧 行吧 我們可沒這意思啊 沒 沒這意思啊 沒這意思就好 露露 要是有這意思 就直接跟我說 好嘞媽 我要有這意思 我就跟您說 那 那我就回去了啊 下一次 你們也早點歇著吧 好嘞 慢點啊 你們也早點歇著啊 好 您去吧 哎 成了 嗯 真不會是你媽 真不獨子 就怕我死咬的女生放 爸爸 秦云你怎麼醒了 你怎麼跑上了 爸爸你別忘了明天看我的鋼琴比賽 什麼鋼琴比賽啊 媽媽你們跟爸爸說為什麼呢 哎呀 就是我跟你說那鋼琴比賽提前了 改明天了 不是那你剛才不跟我早說啊 我跟你說有什麼用啊 你又去不了 我要爸爸去 我一定要爸爸去 你為什麼要爸爸去 爸爸工作忙 爸爸給我買了鋼琴 我要在比賽中間 最好最好來 謝謝爸爸 謝謝爸爸 謝謝媽媽 好了好了 別那麼興奮了 一會兒睡不著覺了 睡覺去 要不今天晚上我混著睡 就算了吧 你自己答應他的啊 你可得記住了 最好記在手機裡 我可不提醒你 走 好啊啊 誰啊 我哥 他沒有那個 第十券 你為什麼要叫你 我叫他 你叫他叫他 那叫他叫他 你叫他 拜託你 你叫他叫你 祂叫他叫他 你叫他叫他 那你叫他叫他 那你 但这是总经理的意思 回去一会儿开会就得宣布我了 我跟你说 你一定得帮我争取一个机会 你看我们俩从小长到大 你对我们家的情况太了解了 我 我绝对不能够失去这个工作 快点 总经理已经在文件上签过字了 板上钉钉的事 我有多大权力能够改变的 你就别埋怒我了啊 夏哥 你一定得帮帮我啊 我求求你 你真的你必须得帮我 我跟你说 你干吗呀 夏哥 我求求你了 你不答应我绝不起了 我求求你了 不是 你早是如此和平洋初 你既然这么珍惜这份工作 你早干吗去了 为什么不好好工作呀 要是每个像你这样的人 都来求我 我还有没有原则 夏哥 夏哥